好 淑莉七向爬爬购 我们今天特别打扮了 然后为什么在菜园里面呢 淑莉 今天介绍跟耶诞节有关吗 交给你 好了 香花哥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啊 往年的耶诞节啊 当然了 除了要有身上 有一些耶诞装饰之外啊 大部分呢 大家都去看 什么耶诞红啦 不然就参加这个耶诞派对啊 但是今天淑莉的气象爬爬购呢 绝对让你会有耶诞气息 但是今天我们要来个 健康养生的耶诞节 有没有看到我现在手上 哇 今天的淑莉来到菜园啊 为什么耶诞节来菜园 告诉你哦 今天我来到南投湖里 找了一位叫生菜女王 她种的菜跟耶诞节也有关耶 到底怎么一回事 赶快来欢迎我们的 生菜女王林彦婷 彦婷好 初音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大家一定一头雾水 因为想说耶诞节 耶诞节一般如果说 要接受植物的话 当然是耶诞红啊 怎么到的菜园会跟耶诞节有关 因为我们这颗菜叫做耶诞生菜 对 有没有看到 这个耶诞生菜是菜 不过它的别名叫做耶诞生菜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要给大家 满满的都是健康养生的耶诞节 当然 就是这样 好了 这耶诞生菜啊 其实它就是蜗具的一种是吗 对 说实在的 彦婷婷被称为我们这个生菜女王 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她从无到有 人生其实经历了许多挫折 但是她不怕挫折 跌倒再站起来 从无到有建立了她的生菜王国 那么当然了 她除了是台湾数一数二开始 种生菜之外 其实它的生菜不是水耕 没有种在温室 是种在外面在土里头的 当然啦 而且因为她觉得 为什么要种在土里头 其实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的植物还是人 是不是都是在这个土地上 上面生长 对 对 这是最自然 最传统 那我们的土地是这么肥沃 生菜好吃的重点就是 在我们的泥土很肥沃 没有我们的天气 阳光这么的灿烂 对 照了太阳之后 我们的生菜就很健康 不怪你的生菜 每一颗都超级硕大 而且非常品质超好 甚至现在她从产地打进了 米其林餐厅五星级饭店 这些阿兜的主厨都在说 怎么跟我的国家生菜 吃起来都一模一样 品质甚至还更好 变得比 今天其实我们除了告诉大家说 在埔里有这样的一个生菜农场 还有我们的生菜女王之外 我们的女王居然连花都拿来吃 对不对 对 一般我们吃花 熟地比较有经验就是玫瑰花 因为有机玫瑰在埔里也有 也有 我们今天也介绍了这个玫瑰花的气泡水 那么今天这个我们的燕亭还要来告诉大家 像这个耶旦节在派对刚刚有烤鸡对不对 其实如果在家你可以做一个咸派也很棒 但是这个咸派内容不是鲑鱼 不是 是 是什么呢 我们是节瓜花咸派 节瓜花咸派 这个就有意思了 节瓜花 我吃过节瓜 而且我超爱节瓜 现场这边也有燕亭种的节瓜 但是来来来 节瓜花 我真的不知道吃过 而且也没看过 节瓜花它就是说 我们这边是花 然后这里是小瓜 对 花卸了之后长大的就是我们的节瓜 是 可是这样子的时候是最珍贵最好吃的 反而是这样最好吃 这个瓜它会比我们大的节瓜 还要脆一点 因为这个有料理上的技巧 花里面可以摘很多的酱料 比如讲说起司也好 或是什么虾姜 花枝姜 它这样子是做它的料理上的变化 比较多 对 所以运用的这个节瓜花 做成的这个节瓜花的派 其实它满香浓郁 但是又可以吃到节瓜 因为烤过是软 但是花吃起来是脆的 而且大家看 真的节瓜在这 灰在边关 有狗狗之一 而且是黄的跟绿的都在这 来来 你拿着花 我要吃我的咸派 除了这个节瓜花之外 其实在公园里面 我们常看到的一些小花 本来就是毫不起眼的 这种草花 包括了这个叫做海棠 对 海棠 然后石竹 还有石竹 我刚刚还没有长到这个 这个不是金鱼草吗 这个叫金鱼草 没错 对不对 对 都被你拿来吃了 而且来... 雁廷还把这些花草 做成了这好漂亮喔 超美极美的这个叫做 花金丼慕士蛋糕 所以咯 他把这些本来 在花园里面 公园里面好不起眼的小花 拿来做花料理 也是雁廷除了有生菜女王之称之外 还有花料理女王的称号 而且吃花真的 有什么要吃花 就是要开心啊 是 就是要快乐啊 让我们的心情很愉快 好疗愉 今天耶诞节除了带你的花 带给大家疗愈之外 还有这个贤派 来... 我们要介绍这位王子 这位王子是什么王子 是我们的多肉王子 罗维正 嗨 喂 他们都是在埔里长大的 对 维正在埔里 它有多肉王子之称啊 你看看今天我们的现场 你的菜怎么这么漂亮吗 今天最漂亮 真的 今天最澎湃 今天最澎湃 你看看 维正用多肉做成了这个 椰蛋花圈 我们的花圈 现在你如果还用一些干燥花材 用鲜花做都落伍了 现在最夯的就是我们的多肉花圈 那么维正他除了是多肉王子之外 他巧克力也很厉害 今天他说 鼠粒我跟你讲 耶诞节一定要吃巧克力 对 没错 来... 今天你带来的巧克力是什么呢 我今天有带来就是我们 无毒的草莓巧克力 埔里的有机草莓 对... 有机草莓 然后为了耶诞节 所以你加上了这个巧克力 看起来超级缤纷的 对不对 没错 好有节气的气息 另外为了 我说实在的 这年轻人家很轻聋 我们要这个年轻人反应 应该是说年轻人 真的非常棒 他还用了很多 普里在地食材做的巧克力 像我们巧克力就是 做到好需要三天的时间 我们手工去做三天 我们都是用普里在地的一些 有机无毒的花 百香果 薰芋草 柠檬 去把它作为内馅这样子 好 像这一棵就是 你上面有玫瑰花 所以这个是玫瑰花巧克力吗 来吃一下 它可以吃到玫瑰花的内馅 对 它内馅真的是 玫瑰花的内馅 真的是有玫瑰花在里头 你把玫瑰花吃一颗 来 来 吃一个 你用那个三型玫瑰 对 做成的玫瑰花巧克力 很好吃 酸甜 酸甜 好浓郁 有玫瑰的味道 对 而且玫瑰整个内馅 完全全在这个巧克力里面 完全看得到 还有融入 对 接下来一颗一颗 我们都可以吃咯 我们等一下再吃 对 不同的滋味 就好像有不同的人生阶段一样 没错 吃的巧克力 在阳光照射情况之下 我觉得 好温暖 好温暖 好幸福 好啦 那么到底天气如何呢 来来来 我们赶快来看咯 从卫星云图当中 还是告诉大家 今天还是东北季风影响 但是水气变少了 今天就是北部东半部 局部有一些短暂雨 那么中南部其实都已经雨停了 所以阳光露脸了 当然了 今天还是有些地方下点雨的 我们从雨区预报就提醒您咯 今天要来的地方就是大台北地区的偏东侧 还有基隆北海岸 宜兰跟花莲 今天局部还是有雨的 明天礼拜六 可以说是天气最好的一天 我们赶快从未来这几天的天气预报 要告诉您咯 北部地区今天其实还有一点雨 但是明天阳光就露脸了 天气是最为稳定的 那么在礼拜天的下半天 我告诉大家又要变天了 一个是封面通过 再来东北季风增强 看起来礼拜天的下半天之后 到礼拜一二又是时时凉凉 时时冷冷的 那么中部地区跟南部地区 其实今天雨停了 阳光就露脸了 也因为阳光露脸 中部地区今天的高温 就可以来到二十五六度 但是早晚还是凉冷的 尤其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低温将只有十六度左右 南部地区来说 未来这几天都是阳光灿烂 甚至逃中岛里有点大 你看南方中午的时候还二十七八度 但是日夜温差就有十度之多 那么甚至东半部地区 今天虽然还有点雨 但是明天阳光露脸了 无论如何这稳定天气 请大家好好把握 因为礼拜天的下半天开始 到下礼拜一 又要转为有雨的天气了 今天我们来吃这个耶带的这个料理 甚至还有花料理 其实除了节庆应景之外 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 真的吃在地 而且在这个冬季吃节里 是最为养生健康的 当然到了跨年的时候 给你看有寒流 有天气越来越高 预告一下 如果你要出去跨年的话 今年的跨年将会有寒流来 北部低温像是台北的话 将预计下滩八度而已 所以无论如何也提醒您 赶快做好准备 而且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当然越冷 生菜越鲜脆越好吃 越冷 多肉 越缤纷 因此追随着树立的脚步 让我们一起来到埔里 让我们来夹生菜 也来夹巧克力 再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小航 掌握天气动向 带来最详细的气象资讯 在东升新闻24小时 YouTube直播 赶快来按赞 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